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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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身含盐量是比较高的 吃起来味道也比较咸 所以我就没有单独的再加其他的调味的了 有的朋友可能比较好奇 我每天三八点吃这些自己带的饭 怎么加热 其实我从来不加热 因为这个都是我早上学的现做的 8点左右做 12点左右吃 三个小时呢 它也不会变得那么凉 只不过就是变成常温的状态 而且呢 吃这个不太热的食品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比如说像土豆 还有南瓜这类的碳水 它们在热的状态下和这个凉的状态下 它们的升糖指数是完全不一样的 凉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 这个在凉的状态下 它的升糖指数会更低一些 所以呢 这就是我一直就是 选择吃这种常温的这种温度 而不是说刚一出锅热了就马上吃的 这样一个原因啊 当然了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啊 也不是说必须就得吃这个凉的 如果您喜欢吃这个热一点的呢 那么也就可以吃热的 也没必要说放凉的再吃啊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问题 吃完了休息一会儿 有人问这个每天能吃几个鸡蛋啊 我每天呢大概是吃三到四颗左右 有时候也吃五颗 这个根据情况吧 每天也不一样 而且呢我吃的都是全蛋 那么有的人觉得可能蛋黄的这个胆固醇 比较高 这个呢其实早有这个辟谣了 说这个鸡蛋里的胆固醇啊 和这个血液中的胆固醇啊 它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呢基本上 我每天呢就是吃三到五颗的全蛋 早上起来呢一般吃一到两颗 中午呢也再吃一到两颗 有时候晚上也吃一个 这个不一定啊 反正大概率 就是一天呢三到五颗之间啊 反正是关于鸡蛋这个问题啊 大家基本上结合自身的情况啊 也没必要说每天就必须吃几颗几颗 至于吃不吃全蛋这个呢 就看您自己吧 如果您还是觉得影响胆固醇呢 那您就吃一个全蛋或者两个全蛋对吧 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一个条件 来这个进行选择啊 餐后甜点时间到了啊 还是先吃西红柿啊 这个我每天啊 基本上都得吃一点水果 哪怕是西红柿啦 什么的这一类的蔬菜性水果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为什么大家一般情况下听到的全都是 饮食要均衡嘛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既要吃肉也要吃菜 还要吃水果 这个苹果 巨甜 吃水还多 一口咬下去啊 全是吃水 特别甜的 吃饱喝足啊 我看那边好多人都在这儿溜弯 咱们也过去看一眼 吃完逛一会儿啊 饭后白不走啊 四环主路啊 溜达了一圈准备走了啊 感谢收看啊 拜拜 拜拜 拜拜